艾菲尔老师当然也要跟所有人讲一下 哪些星座的人2018年可以创业当老板 是 我觉得就是说英雄不怕出声低 你过去的运势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搞不好在2018年你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星座朋友 在2018年有机会创业当老板 要请大家参考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第三名上榜的恭喜是 柏杰座的朋友 有机会在2018年当老板的原因是因为时机到了 而且顺利成功 过去很想要创业的摩羯座朋友 可能过去有一些羁绊 但是到了2018年你的整个创业的机会来了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顺风顺水的机会 请你不要错过 那么来看第二名的朋友是谁呢 太阳上升如果是牡羊座的朋友 也要请你把握2018年一整年的机会 那么2018年这个对牡羊座的机会 就是你可以摆脱当这个 这边摊的这个小老板 真的可以成为大老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我要求 而且越来越旺 所以努力你要从这个每一天都要开始努力 再来恭喜第一名的朋友是双子座的朋友 那你在2018年呢是这个实现梦想 美梦成真 也非常好 如果说保持着这个有过去有梦的人 那特别是双子座在2018年就是主梦踏实 赶快去实现你当老板的梦想吧 再见 再见 好